我還不給你送起來了嘛 我們就在旁邊兩分鐘來這麼多個警察 你先問問你爸爸媽媽 你殺個對嗎 我讓他這輩子都給咱們中國人仇犯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啊小粉紅鬧完日本 又有一群小粉狼在泰國鬧事 其中一個啊是在泰國插隊 結果插隊的還是這家中國人的隊伍啊 結果被罵了不要連的中國人 被他們自己痛罵的啊 所以回到我一直在強調的 很多時候比起所謂的仇視或是痛恨 都是他們自己的同胞啊 因為我真的接觸太多都是這樣啊 那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這兩年紀你到時候去告什麼 插隊你為什麼要罵人呢 你是中國人我知道 但是你在這裡罵人就對了 還有年輕 還有嫁人 還有生小孩 就要這樣子的嗎 可以呢 可以呢 你小女孩知道嗎 可以呢 你去問問你爸爸媽媽 所以你插隊你還有打人是嗎 插隊你沒插過隊嗎 你沒插過隊嗎 我沒插過隊 對 我沒插過隊 是什麼荒唐的理由 等你到這個年紀你就知道要插隊 蛤 我跟你講插隊 它是一個習慣 它是一個習性 你不可能從小很守規矩 或者尊重人不插隊 長大了插隊 不可能你一定是從小插隊 所以不是老人都是壞的 是壞人變老了 對吧 而且你還反問人家 你有沒有插過隊 問問你父母有沒有插過隊 你在講什麼 你有沒有乾脆問你祖先 在幾百年前有沒有加入李志誠 當線中的亂S人的部隊 有沒有加入太平天谷 所以你現在在做的這些行為 都是合理的 要合理化對吧 結果被打臉 這個中國女士並沒有插隊 你以為自己吃屎吃得很開心 你還反問別人有沒有吃過屎 你要吃屎 等你到我這個年紀 你就知道要吃了 搞笑 還暗喻他你就該生兒育你 相夫交子 不要管我這種事情 對吧 所以他前面在講什麼 你這麼年輕要生孩子 嫁人什麼的 這跟插隊有什麼關係呢 還有一位專門介紹 泰國旅遊美食的中國網紅 他擁有270萬的粉絲群 而他最近拍片指出 泰國曼谷的娜娜街啊 這裡的人 基本上99%都是不震驚的人 而且這邊非常的可怕 很危險的區域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天啊我就以身幻想像 我跟你說 有還有一個人在那邊會怎麼樣 我等會就站在這裡 等一下我們看到 到底會發生什麼 好 首先我沒有去過泰國 更不會去到這條街對吧 所以我實在無法評價 這位中國網紅說的是否素實 但是我從影片中看到其實後面也是蠻多女性的 對嗎 我自己猜測是有幾種可能啊 或者是那邊可能就是所謂的紅燈區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測啊 所以呢可能別人跟你搭訕是問你是不是 OK這我不知道 那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是 可能那邊就是 所謂的這個喝酒的區域嘛 就是酒吧街那種地方 所以啊 會搭訕是很正常的啊 你知道歐美如果專門很多很多酒吧 或者那邊本來就是那個喝酒的地方的那條街的話 那會搭訕我覺得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 那很多外國人就是會搭訕啊 這這這怎麼樣啊誰說搭訕就會帶走 可能有 但我覺得大部分人是不會有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說的這個是什麼 因為我沒去過啦 啊總之這條影片爆紅 結果引起泰國政府的重視 並傳官這位中國網紅啊 到場解釋啊 你不解釋的話 我就把你這個遣返回中國 你永遠不得入境泰國對吧 不僅影片被下架之外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道歉男性的影片啊 本人777 就我近期關於泰國那那區的言論 造成不必要的冒犯和誤解 向大家表達我真摯的謝意 我理解我的話語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 對此我深感遺憾 並對那那區以及泰國民眾道歉 作為一名重視公開交流和相互理解的人 我承認我選擇的詞語不夠謹慎 估計是你拍了這條影片之後來換取你可以入境泰國 你不會再黑名單 讓你還可以繼續在泰國當網紅拍片旅遊美食啊對吧 而泰國政府最近一直在跟中國政府談判 希望可以降低一些這種中國網紅 誇張或是扭曲泰國的一些問題 也好或是斷章曲一些泰國的風情習俗也罷 那我在想有很大的原因啊 也是泰國因為開放對中國旅客的免簽對吧 那泰國政府認為既然我都免簽了 那為什麼來的中國旅客數量甚至大不如錢呢 應該是有大量的中國網紅啊在那邊造謠 所以讓很多中國人不敢來了 但我想最大的原因還是中國經濟通縮每況愈下的問題啊 最近中國的豬肉價格暴跌 中國11月零售業年跌31.8%耶 豬肉在中國這個食品的CPI的全種占比還蠻大的 那要知道2022年啊中國的豬肉價格是創新高啊 因為特色管理買東西不容易之外又被炒作高價菜 這幾年一直以來的所謂的非洲豬瘟的事情對吧 我還記得前幾年的時候也在炒 所以啊當時啊中國的豬肉價格對比他們的薪水來說是很貴的 而那個時候他們也在做一個所謂的產業 精緻化豬農啊要升級 所以要花大錢要貸款 現在暴跌耶 那當一個地方的物價暴跌啊 多數原因不外乎就是經濟通縮嘛 消費力下降嘛 薪水減少嘛 而這個在中國確實有在發生 那市場供過於求 豬肉過多 所以暴跌到如此誇張 當然不僅僅是豬肉啦 其他的零售業也是暴跌 那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最近還有一些地方傳出公務員減薪啊 或是減少福利的待遇 或是這個績銷獎金的這個 越來越嚴苛的這些公文跟聊天紀錄都流傳出來 影片的最後還是要帶大家來追一下 小粉紅集體大鬧日本餐廳的後續事件啊 那一位由頭六十分的中國網紅又到場要鬧事了 結果警察短短兩三分鐘之內就到場阻止他鬧事 似乎知道他肯定會來鬧事 並要求他離開真的蠻搞笑的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些影片 好 今天法務局已經給我打電話了 那家禁止中國人進入的中餐館 一起在本地的立案了 我們現在去找老闆關切一下 現在七點半啊 這家店沒開門啊 聽說是停業整頓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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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在旁邊兩分鐘來這麼多個警察 看來這件事情也是引起了日本警方的高度重視 東京的華人機肉是非常的給力 每天都在舉辦這家店啊 大家一起加油啊 你要知道 人家韓國媒體其實在三年多以前 就已經報導過這家店了 而確實從三四年前就已經開始有貼這個了 而因為這個日本老闆啊 他因為得了這個特色管理 所以他心生不滿 所以他貼了這一個 那個時候中國也在大爆發 對吧 他就一直貼到紙巾 那這個其實三年多前 韓國就已經報導過 你有看到大量的韓國網紅大鬧日本餐廳嗎 特色管理期間是不能到日本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韓國人留在日本 定居也好 或是讀書也好 工作也好 他們有去這樣大鬧嗎 我媽看過啦 那我還是覺得有點奇怪 在網路上我們可以看到小粉跟一些韓國人籌日嘛 對吧 但韓國人跟中國人同時也是到日本觀光旅遊的大中國啊 我覺得就很像有一些中東的人啊 很痛恨歐美 對 但他們最愛移民的地方 去旅遊的地方又是歐美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人類的一種習性呢 那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新加坡的中國網紅啊 特地帶了一堆現金 他自己說有一億的日元啊 去了這家餐廳門口 準備要撒錢啊 大鬧一場 結果 最後他還是走了 錢也沒留下來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我還是不給你付錢來了嗎 不開門了嗎 你怎麼不是挺利啊 你不是這把這個的 你這天的 就瞬間讓我想起救武門來了 就瞬間我的 承看 我的承看 我還是不給你付錢來了嗎 不開門了嗎 一般都不愛吃這種兩三塊錢的手辦 我不是給你 你不是不讓我們國人金嗎 還是晚來一步 在門口放這頭了 亮哥啊 緊趕慢趕從新加坡趕回來 你們不是都愛他我嗎 一會兒把咱們這些日本人全部調了 全部都練了 我讓這幫日本人補我一個中國人 我看老頭是給我請物件給他們小朋友 這不就是老頭嗎 你說你人均消費多少錢 你人均消費都1000日幣到190日幣 說你心裡話 就這種電量都平常都不關注的 我只是米西林 這種小朋友還不讓咱們進 我都不吸得進 今天我不說別的 一會兒把咱們這些日本人全教育 讓這些日本人扶我一個人 我看他是把我請物件 把這些日本人請物件 他不是1000到2000嗎 小一個億日幣 我讓他這輩子都給我炒飯 我讓他這輩子都給咱們中國人炒飯 我開門連門都打開了 在日本一定要做一個有鮮有肉的國人 我們活著一定要比這些日本人好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該做的 能做的能表現的 表現給世界人看 對你們確實表現了給全世界所有 會懂中文講中文的人看 看來真的是蠻丟臉的 你最後來說什麼 讓他給我們中國人炒飯 炒飯 你要確定是辣肉蛋炒飯還是什麼揚州炒飯 吃什麼炒飯 烤蘋果炒飯 我推薦你一個人做炒飯 炒的出聲入話 炒到他自己都說了 從此之後不炒飯 這個人叫做王剛 我推薦他啦 他來幫中國人炒飯 一定是非常的wonderful perfect 對吧 你帶你這個錢 對吧 那麼多傻 結果你又拿走 那你到底是要幹嘛呢 你就放在原地 老闆看到會解案 那你就可以跟老闆下去理論 我猜測啦 你應該是在玩時間差啦 因為你明明就在車上拍到老闆過去 你可以直接下去跟他講話啊 跟他對談啊 但你沒有啊 你還是讓他進去這個餐廳裡面 你才在那邊敲門 所以依照我看來 你應該是在玩時間差 你先拍攝這些老闆不在的畫面 然後呢老闆來了 你再補一個 老闆好像中途進來了 然後我敲門他又不回我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子啦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點啊 是不是你很早去 或是人家休息 我們可以看到街上 真的沒什麼人耶 所以你是不是趁著這個 人家在休息的時候 或是人家還沒開店的時候 在那邊鬧 你不是很愛炫富嗎 你錢就留在地上 就別帶走嗎 還說什麼給錢就要當大爺 就是有這種價值觀 導致中國大部分的社會氛圍就是這樣子 那在歐美其實大部分是這樣 你給我多少錢也買不到我的尊嚴 我雖然是個服務生 但我也是有尊嚴的 當這位中國網紅講出這樣的話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日本從1979年開始 對中國金元或無息貸款 大概花了12.5億美金啊 而且你們這個貸款的款項都還沒還完啊 請問你們是不是要全國開始服務日本人了 你們多少的建設跟高樓大廈是日本人的錢啊 不僅僅是日本 歐美國家法國英國啊 美國很多國家的錢 也是在監援你們的建設發展 所以總有粉紅說什麼 中共啊用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走完歐美幾百年發展的道路 你們用十幾二十年的時間走完歐美發展的道路 同理你們也可以用三到五年的時間走完歐美五十幾年的衰敗 沒錯吧 因為你的金元是這些國家給你的 當他跟你貓一戰 當他斷掉你之後 你當然是衰敗的比他們更快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下次見了 掰